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这一期大家是来上父母课堂 智慧父母的课堂 我们一开始我想播放很短的短片让大家看一下 当父母也要持证上岗吗 你们认为要不要 要 但是我们在座当父母的谁是有证上岗的 有没有 没有吗 那怎么办 补上 来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 如今许多职业都需要持证上岗 比如说当老师要有教师资格证 当厨师要有厨师证 但是您听说过当父母也要持证上岗吗 最近浙江省教育厅就答复了人大代表 关于父母持证上岗的建议 一时间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答复当中提到杭州市上城区已经推行新级家长执照 通过数字家长学校这个平台 已经向全省参与学习的家长发放证书22万份 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还要实行家长学习积分制 成熟之后在全省推行 说到这儿 想起了网络上的一句话 父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持证上岗的职业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也不成立了 当然父母所持的这个证并非任何一种从业敲门砖 它的作用是督促父母提升家庭教育的能力 即便没有他 依然要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责任 杭州就有一位已经持证上岗的奶爸 分享了他的成长经历 在这之前 为了教育三岁的萌娃 真的搞的是家里鸡飞狗跳 那通过学习 很多以前的难题呢 如今都能够轻松破解 迎刃而解 事实上 让家长考证上岗并不是浙江的独创 在此之前 成都呢也曾经推出了4C家长培训制度 今年全国两会上也有政协委员提出 家庭教育立法 让更多的父母持证上岗 刚才那个短片引起的话题 做父母的到底要不要持证上岗 很多人都认为 哎呀怎么要那个太麻烦了吧 所以大部分 从以前到现在应该大部分的父母 都是没有所谓的要去考驾照 考照 然后你通过之后才当父母 没有 世界各国应该也没有这样的条例 但事实上 为人父母 真的是需要学习的 他是要需要学习 怎么样当小孩子的父母 再讲更前面一点的话 连结婚 本来是应该要 你要考过证照 才可以结婚 而不是说 那两个人喜欢之后 那就马上结婚 那去拿个结婚证 好了 你可以有结婚证 很快可以拿到结婚证 问题是 问题呢 人生的功课 才开始 所以通常都是 结了婚才开始 碰撞摩擦 然后产生很多的痛苦 有了小孩子之后 发现两个人的个性脾气 观念 理念 很多的不合 结果呢 造成很多的家庭的悲剧 那父母 一个是 前面讲的是 男女你要结婚 真的很多都是 你学了很多的知识 知见 但没有学到 如何经营家庭 如何养育 小孩子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人生课题 但是在一般 全世界的普世教育里面 很少很少在上这方面的课程 大学不考 初中升高中不考 高中升大学不考 研究所 硕士博士 很少人在学这方面 所以就变成 真正生命中 最重要的课程 却都是 你们以后自己去摸索吧 所以就变成 要在人生的 现实环境之中 去碰撞碰撞 结果产生很多的痛苦 父母亲 他在没有结婚之前 没有好好教育自己 所以自己也是一样 只是心理生理上的成长 成长到一个情况 可以结婚了 那就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结了婚之后 然后自然的生理情况 就生了小孩 所以没有考量到 自己会不会经营家庭 懂不懂得当太太 懂不懂得当先生 懂不懂得当 小孩子的爸爸 当小孩子的妈妈 这些重要课题 在学校教育里面 没有去教这些 在现实人生中 变成一代传一代 有些有智慧的父母 他可以教育小孩子 怎么样去对自己生命负责 怎么样去经营家庭 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 尤其是当今全世界 冲向这种名利公利的 这种社会风气 这种社会风气 导致大家就是向前看齐 向权向名利看齐 而不是人德品德 所以这是当今 为什么全世界各国 离婚率越来越高 家庭的悲剧 越来越严重 社会的冲突很多 所以像这些 真的是我们的教育 本来就是应该要教导 我们的小孩子 怎么样去爱护每个人 怎么样去与人相处 怎么样为人处事 怎么样把品德做好 怎么样学会经营自己的人生 经营自己的家庭 这些本来是在学校教育的时候 在高中以前 这些基本要有 然后到了上了大学 是要教导他们 如何经营家庭 如何养育小孩子 这个应该是通试课程 结果现在通试课程 是什么数理化 英语 你背了很多很多的英语 你英语讲得很流利 那你会经营家庭吗 你懂很多的文学 你有没有懂得经营家庭 所以事实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课程 我希望世界各国 能够真的重视 生命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 让更多的家庭 能够有真正温馨和谐的家庭 也让小孩子 能够在健康快乐 环境中成长 而不是把小孩子 变成当做白老鼠 然后一直在实验实验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溺爱的后果 有一句话说 天下无不爱子女的父母 天下父母心 父母心都是爱子女 对 都是很爱护子女 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是溺爱 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是真爱 结果大部分的人 所理解的爱 那是含虎龙筒的爱里面 大部分是溺爱 而这种溺爱 它带来的严重后患 在溺爱的过程 一般父母不知道 等到后面产生 很严重的后果 然后就是责怪 小孩子是要来讨债的 不是啊 不是小孩子要来讨债啊 而是在这个过程 父母亲不会教育 你是爱小孩子 但是溺爱 那个爱是溺爱 而溺爱是刚好 害了小孩子长不大 要知道 溺爱是害小孩子长不大 除非这个小孩子 他本身的素质很好 没有被溺爱坏 不然的话 很多人 你越对小孩子溺爱 这个小孩子 他会变得越坏 所以真的 为人父母要清楚地了解 什么是错爱 什么是真爱 来 我们现在来看 溺爱带来的严重后患 你们有听过这个 中国第一懒人 真的有人懒死了 这个实际的真实 这是真实的故事 真实 你们以前有了解 这个案例情况的请举手 还不到 还不到十分之一 当然这个也是 我是最近 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把这份资料找出来 我觉得这个资料真的是很震撼 值得大家深入来探讨 谁造就了第一懒人 谁造就了第一懒人 你们说谁造就 为人父母 到后面 这个小孩子 一个也算是身材 一百七十几公分 外表体格都蛮正常健康的 一个男孩 二十三岁 就活活地把自己饿死 当他死掉的时候 报纸也有刊登出来 真的有人懒惰 懒到死掉 中国第一懒人 杨索 到底懒到什么程度 竟然能够把自己懒死 这个真的也很困难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来看看 他是怎么懒死的 这个小孩子 从小 从出生到大 到他父母亲死亡之前 大部分都是被父母亲 喂死 喂养着 不要说到五岁 到八岁十岁 还是一样 经常都是被父母亲 喂他 经常被抱着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父母亲 哎呀 我的心肝宝贝啊 我的小皇帝啊 哎呀 你不要跌倒了 你跌倒了 你可疼死妈了 所以不让小孩子走路 因为你这样跌跌撞撞 磕磕碰碰 不行的 所以不让小孩子学走路 就一直经常的抱着 现在里面出现的这个 不是当时的场景 但是是真正有这样的经历过 因为那个真人的 真人的场景已经过去 是后面人家叙述 他这个小孩子小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些题材 让大家配合了解 这个小孩子因为父母亲 舍不得他走路 所以不是抱着 不然要出门 或是到田园 到田地去耕种 就是挑着他 都是把他挑着 背着 抱着 就这样 所以这个小孩子 他到七岁的时候 还不会走路 到七岁的时候 还不会走路 父母亲也舍不得他走 都是这样抱着挑着 绝不让儿子下地走路 再来 当然这个不是当事人 但是这种场景 是让大家看看 父母亲总是好 他们的家庭并不是说很富有 但是好的都是尽量 自己父母亲省吃俭用 然后就是给小孩子 吃好喝好穿好 不要让我的小孩子比输别人 一定要比赢别人 所以这个小孩子 都是从小就是养尊处优 吃好喝好 什么事也不做 什么事也不做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长大 所以这个小孩子 这是真人 他可谓受尽了父母的宠爱 受尽父母的宠爱 但是因为家中就这么一个蓝海 然后父母亲为了养育这个小孩子 又要赚很多钱 因为都要尽量给他吃好喝好 比赢别人 自己家中没什么钱 结果拼命工作 结果父亲 他的父亲也病死了 在这个小孩子13岁的时候 他父亲病倒病死了 父亲病死之后 母亲要养育这个小孩子 但是母亲还是一样 舍不得这个小孩子做 舍不得他吃苦 小孩子想要做事 父母亲马上劝他 我的心肝宝贝 你赶快躺在床上休息 不要这样磕磕碰碰受伤了 所以不让他做 结果他父亲死了 结果剩下母亲 要养育这个小孩子 还是一样 舍不得他做 结果自己做到 母亲做到又病倒了 病倒他希望他的儿子 能够承担帮忙做一些事情 但是这时候已经十几岁了 十五六岁以上了 小孩子他已经养成 懒惰惰性的习惯 所以这时候他只是 不管你父母亲怎么样 他只是等着吃饭 等着父母亲来喂食 等着父母亲来侍候他 所以母亲病倒了 他也完全不做事 一样完全不做事 到后面 甚至还打他母亲 因为母亲要他做事 违反这个小孩子的天调大罪 怎么可以让你的小王太子 来做事 所以这个小孩子到后面 反过来是打他母亲 不是说懂得感恩 懂得孝顺 不是 他已经被事后惯了 所以不做事 认为他不做事 等着别人来喂养 是正常 所以到后面 连母亲病倒了 一样他也完全不做事 母亲要求他做什么 结果反过来骂 骂母亲 还有打母亲 结果到后面 他母亲一样 在这个小孩子18岁的时候 也是一样病死的 劣倒病死的 父母亲死掉之后 这个小孩子一样不做事 没人煮饭菜 怎么办呢 就流浪乞讨 就去祈祷 但是祈祷还是蛮辛苦的 所以他后面都 祈祷几年之后 也都懒得出去了 除非恶到不行 不然的话也懒得出去了 后来就是整天躺着懒着 结果也不出去了 到冬天 冬天天气冷 要烧柴火怎么办 他不是到外面去捡木材 家里有什么木头 木头做的家具 拿来烧 拿家中木头做的那些家具 桌子椅子 还有木头做的床板 都拿来烧 连因为早期的那种房子 很多的支撑架都是木头 用起来 连那些 反正门窗 也都拿来烧 他就是不出去捡 结果家里被他整得家土四壁 也真够厉害的 竟然是这样 因为这个小孩子从小就被父母亲把他溺爱坏了 真的溺爱坏 他后面 他不会要做事 就是这样 他认为 懒惰别人给他 那是正常的 结果这个小孩子到后面 就逐渐的倒向死亡 我们以前有听过说 那个懒汉吃饼的故事 我以前小时候有听过 我们想说应该没有这样的吧 什么饼把它挂到脖子上 然后饼还没有吃完就饿死 你们有听过吗 真的 他把前面的饼吃了 可以吃了吃了 然后后面还有 但是懒得转动 前面吃到 我已经吃不到 没饼可以吃了 后面还有 但是懒得转动 结果后面又把自己活活饿死 我们以前有听过这样的 故事 所以这个就是大人 希望我们不要好吃懒做 结果真实的人间 竟然有这样的情况 这一位主人翁 因为他本身他就不做 什么都不做 后面也懒得出去乞讨 然后就在家里挨饿 不得已的时候 才出去要个东西 邻居村里面有人同情他 把一些饭菜 把一些蔬菜 把一些肉类 鱼肉送到他家门口 连送到他家门口 他都懒得处理 把这些肉鱼菜 放到腐烂掉 放到臭掉 因为他也不会煮 他也不会煮 所以你送饭菜到他家门口 他也懒得吃 为什么懒得吃 你没有喂他 你邻居你 你慈悲还不够 你饭菜拿到他家门口 他也懒得吃 因为你没有喂他 这个少爷公子 真的就是懒到后面 他就是不做了 也懒得吃了 已经懒到不愿意吃的地步 宁愿饿食冻食 也不愿干活 我觉得这一张应该是 后面有人把它拼上去的 就是懒汉吃饼那种情况 结果到后面 真的他把家庭也都烧得 都是反正可以拿来烧的 就都拿来烧 结果后面家也被他破坏了 很严重了 什么事也都不做了 这是真正当事人 真正的当事人 结果把自己冻饿食冻食在家中 当然大家可以了解说 罪亏祸首当属其父母的 溺爱 很温暖的溺爱 但是要知道 这个就像温水煮青蛙 在这个过程 小孩子蛮享受的 很温暖 但是到有一天 被溺爱死掉了 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懒人 他的故事 这个少年虽然身材高大 长相俊朗 但没病没灾的他 仅23岁就在家里 被活活饿死了 这个少年名叫杨索 堪称懒汉吃饼故事的真人版 更是被称为当代第一懒人 欢迎来到罪博士档案室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杨索作为一个身体十分健全的正常人 是如何做到把自己饿死的 而在此之前 他又经历了什么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 杨索出生于我国河南的一个农村 他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对于老两口来说 老来得子的他们 十分腻爱杨索 再加上杨索小时候身体并不好 所以更是得到了 无微不至的照顾 而从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 单字一个索 一纸长命索 老两口是希望自己的儿子 长命百岁 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最适合形容杨索的童年 男孩子自幼顽皮 成长路上难免有些磕磕碰碰 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杨索的父亲 害怕他乱跑出危险 甚至连路都不让儿子走 无论杨索去哪里 他的父亲都会用扁蛋挑着他 这也就导致了杨索在八岁之前 根本不知道下地走路 是种什么滋味 杨索家本就是村里的贫困户 经济十分困难 可即便如此 为了能改变儿子 从小就弱得身体 他母亲依旧是每天大鱼大肉的伺候 而他们老两口吃的往往都是 咸菜加窝头 在这样的成长条件下 杨索虽说小时候体弱多病 但经过父母的悉心照顾 却也长得又高又壮 相比起同村的其他孩子 杨索倒是更像大城市来的公子哥 其实没有父母的溺爱 杨索本能成长为一个活泼上进的少年 在他小时候常常看到父母早出晚归的劳作 而他们头上日益增添的白发 也刺碰过杨索的心 有一次在家中 杨索看到了父亲正在劈柴 于是自告奋勇 想帮父亲分担一些家务 可谁知父母二人却难得的教训了他 教训他的理由非常奇葩 大意就是你不在床上躺着下地干什么 我们不要你干活 你只要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就行 其实杨索父母对他的溺爱 不仅限于好吃好喝的供着 在我看来 他们更像是剥夺了杨索的童年 七八岁的半大小子 本该是跑跑跳跳结交伙伴的年纪 可杨索的父母害怕他在村中出危险 便常常将杨索关在家里 这也让杨索从小就丧失了一些与人沟通的能力 再加上父母的溺爱 他从小也养成了任性雕满 唯我独尊的脾气 在该上学的年纪 红村孩子都是自己背着书包走路去上学 毕竟一个村子就那么大 学校再远也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 可杨索的父亲为了保护他 依旧是挑着扁担 一头书包一头孩子的送他去教室 而他父亲这样的操作 也难免会让同班同学对杨索有着种种看法 咱刚刚聊过 杨索从小就养成了唯我独尊的性格 所以他在学校不仅不服老师管教 更是经常欺负人 对同学大打出手 不过那些总吃粗粮 过年过节才吃上一顿肉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是杨索的对手 也正因如此 他常常就把那些不顺着他的同学 揍得头破血流 班里有这样一个刺头 老师的批评教育自然少不了 可每当杨索闯了祸 回到家都会跟自己的父母 添油加醋的告状 而他的父母一定会在第二天来到学校 不问青红皂白 就将老师臭骂一通 同时也会狠狠地教训 与杨索有矛盾的同学 久而久之 学校中没有任何一个班级 任何一个老师能容得下杨索 就这样杨索被学校开除了 不过若是你以为他的父母 会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 改变自己的溺爱行为 就大错特错了 相反的 老两口对于孩子被逐出学校 十分欣喜 因为这郑重了他们希望杨索在家养生的下怀 到了杨索13岁这一年 他的父亲因为操劳过度 患肝癌去世了 一时间杨索就剩下了相依为命的母亲 不过父亲去世 不仅没有让杨索成长起来 他还将所有的偏激和执扭 全部施加在了母亲身上 反观杨索的母亲 他不光对杨索做的一切都逆来顺受 更是觉得亏待了儿子 从而对他更加的溺爱 由于年龄本来就大 再加上家庭的重担 全部压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不到五年 杨索的母亲也撒手人寰 这时的杨索才刚刚18岁 由于杨索从小就在家当大王 所以导致了他根本没有一技傍身 更是毫无交际能力可言 父母先后去世 也让他有手好闲的生活 一去不复返 杨索父母死后 他一直无所事事 由于懒得干活 没有经济来源的他 开始变卖自己家的东西 不过咱一开始聊过 杨索家本就是村中的困难户 十几年来 父母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更是耗尽了心血 所以没卖出什么东西 杨索家就变得家徒四壁 一贫如洗了 在杨索看来 饱食不饿的最好方法 就是减少运动量 所以面对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 他索性就成天在家躺着 杨索有一个堂客 实在不忍看弟弟自暴自弃 就将他介绍给了自己打工的建筑工地 可从小什么活也没干过的杨索 哪吃得了这个苦 不是先天热就是怕脏怕累 一个星期不到 杨索连招呼都没打 就继续回家躺着了 看着前路一片渺茫的杨索 好心的村民也曾给他介绍了一份饭店服务员的工作 而在当服务员的时候 杨索不光不干活 更是让别人都伺候他 与此同时 他还动不动就顶撞客人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哪家的大少爷 前来体验生活的 不过村里人都惯着杨索 饭店老板可不惯着他 没两天就开除了屡屡闯货的杨索 到此为止 村民们再也没有给他介绍过工作 不过即便杨索成天躺着等死 但他的肚子也是会饿的 到了这个地步 他终于迈开了高贵的腿 厚着脸皮挨家挨户的讨饭吃 彼时杨索的家乡生活早已和十几年前不同 家家都通过劳动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所以也都会施舍给杨索一些饭菜 不过即便是这样 杨索却也还是挑肥减兽 不是嫌这家饭肉少 就是嫌那家盐蛋 总之这些村民们好心还唠不着好报 后来根据采访才知道 原来即便是十几年后 这些村民们即便是富裕了 但他们吃的饭菜 依旧没有杨索父母当初给他的丰盛 从这点也能看出来 杨索从小过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日子 讨饭讨了三四年之后 杨索逐渐改变了想法 可你要是觉得他痛定思痛 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就错了 原来这几年的生活让他觉得十分无趣 索性连讨饭都懒得去了 他又回到了家 过上了成天躺着睡觉的生活 杨索同村的村民是真善良 在杨索回家休闲之后 他们竟还隔三差五的给杨索送来一些吃的 而这些饭菜很大一部分都是为杨索专门做的 和之前施舍给他的百家饭有着很大区别 回到在一开始的问题 这些村民都把饭做熟送到杨索手边了 他又怎么会活活饿死呢 原来杨索饿死的原因不是因为没吃的 而是因为这些村民没把饭菜喂到他的嘴里 成天躺着的杨索甚至连坐起来 用筷子把饭扒到嘴里都嫌累 往往这些村民好心送来的饭菜 会在他手边发霉发臭 而即便如此 杨索也是呼呼大睡 全当没看见 除非到了饿得睡不着的时候 杨索才会不情不愿的起来 将村民新送来的饭菜吃完 接着便又昏昏睡去 与此同时 由于懒得出门上厕所 杨索干脆在房间中刨个坑 就解决问题了 而到后来 他甚至连坑也懒得跑了 直接就地解决 也正因如此 杨索家里变得臭气熏天 十分肮脏 可即便这样 杨索依然能平平静静地躺着 有一年冬天 考虑到杨索家四处漏风 甚至连屋顶都是破损的 杨索的堂哥带着饭菜和一双新棉被 前去看望杨索 可他一跨进杨索的房间 他堂哥就感觉不对劲 走近掀开被子才发现 杨索早已瞳孔放大 全身僵硬 也不知道是被饿死的 还是冻死的 而这一年 杨索刚刚23岁 十分讽刺的是 就在他旁边几十厘米 就是村民们为他刚送来没多久的新鲜饭菜 与其说杨索是因为懒被饿死的 倒不如说他的悲惨命运 早已从出生就决定了 杨索虽然小时候体弱多病 但在父母的照顾下 却也长得结结实实 而他也本可以有个健康正常的童年 更能凭借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怎无奈他的父母太过溺爱 甚至连最基本的下地走路都不让他参与 而这样的方式 又怎能让杨索有一个正常的世界观呢 其实杨索的母亲 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也做过改变 由于生活太困难 他也曾试着让杨索干一些农活 可十几年的王爷生活 要想更改 岂是一朝一夕 杨索面对母亲让自己干活的要求 不仅没有听取 反倒是将母亲毒打了一顿 常言道哀莫大于心死 也正是杨索的所作所为从侧面 加重了其母亲的病情 导致他撒手人寰 现如今很多人总认为自己的孩子娇贵 不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可这样的表达爱的方式 就会培养出一个又一个巨婴 杨索的死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一味溺爱孩子最终只会害了他们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您留言点赞 关注我们 这个小孩子被父母亲的溺爱 把他爱坏了 让他整个人生观完全都变掉了 所以到后面这个小孩子真的就是懒死了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探讨 溺爱带来的后患有多少 我们下一节再继续分享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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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